折戟沉沙铁未消 紫江摩喜任前朝 东风不与招廊变 铜雀春深 锁二求 上文书啊 咱们聊了一位啊 在清征准达尔时期 大清军队当中出现的一位狠人 官至正一品领师为内大臣 绝封一等超勇工的 多拉尔海兰茶 今天啊 咱们再聊一位 在这场战役当中的关键人物 这最为有意思的呢 还是一个女人 按说啊 这书里它不应该有女人的事 这草原上的故事啊 多是快意恩仇 很少啊 有这个女人的事 哎 您就赶上了 这清征准感尔布的这一场战争当中 还就有这么一位女人 不但有快意恩仇的故事 这心中啊 还有家国大义 那这是谁啊 在咱们前文书里提到过 这就是 现在啊这绰罗斯家族当中啊 地位可能最高贵的女人 小测灵的儿媳妇 达什达瓦的遗孀 前文书啊 咱们交代过 阿姆尔萨纳呀 就曾经向达什达瓦附近呢 提出过 要娶她的独养女儿 其实啊 这阿姆尔萨纳 他狼子野心 他心里琢磨的 可不是为了跟这个 小测灵家呀 拍一门亲戚 这阿姆尔萨纳呀 是看人家家呀 孤儿寡妇 没有男丁 娶过人家女儿之后啊 好霸占人家的家产 这其中还包括了 这一支 绰罗斯部落的所有部众 当然 这么一来呀 他也继承了小测灵和 达石达瓦的名号 他向这个乾隆皇帝 伸手索要四部总函的称号啊 又多了一些个筹码 按说呀 这小测灵的遗孀啊 这会儿啊 应该是找一条粗腿豹 那草原上俨然得见吗 这阿姆尔萨纳呀 是最粗的腿 虽然呢 这阿姆尔萨纳的身份地位 他略显卑微 但是他再不济 也是这草原上的贵族 灰特布的太极 现在呀 又被乾隆皇帝 封为了这个灰特布的大汗 草原上 鄂鲁特四汗之一 论起这大清朝廷给的官衔啊 人家还是亲王双凤 定边左副将军 可是您别看这位遗孀啊 这位韩福晋 现在这家呀 日子是过烙牌了 因为这家族之中啊 乏似无后 难盯凋零 但是身上这股子 绰罗斯家族 贵族的范儿啊 他了不得 他直接就拒绝了阿姆尔萨纳 并且把理由一口气 说出了一大串 第一句话就是啊 我们孩子还小 那第二个理由呢 我们即便是找夫婿 也为了保证本部的利益 我们也不打算招其他部众的人为婿 并且呀 这乾隆大皇帝不可打喊 对草原上有名指 这草原厄鲁特四部互相通婚呢 必须是由朝廷指婚 自己不能私自做主 你这作为大清国的亲王双凤 并且呀 还是定编左夫将军 你怎么能够抗旨呢 最为激怒这阿姆尔萨纳的 那是最后一句 老太太说了 我们呀 不能下架 得到回信之后 这阿姆尔萨纳 这位亲王双凤的王爷呀 只能够按齐按憋 第一呀 是因为这乾隆皇帝 确有名指 这厄鲁特不四部互相通婚呢 不能够自行定夺 只能够朝廷指婚 关于这个大清朝的指婚制度 咱们在这个书馆里聊过 您往前边翻翻 就在那个八旗 那个合集里边 再这来呢 这个班帝和厄终安 也一直催促阿姆尔萨纳 让这阿姆尔萨纳 即早动身 去参加呀 京师举行的大型的影制礼 这阿姆尔萨纳 也只能是愤愤 心了话说 哎 你个寡不老太太 嘿 你等着我的啊 等你家王爷呀 腾出手来 我非得让你知道知道 这马王爷有三只眼 到时候嘿 我必须得让你呀 跪在地下 抱着我腿肚子 央跟着我娶你女儿不可 要说呀 还就是世事难预料 这阿姆尔萨纳 没过几天还真反了 这达什达瓦的遗孀一看 没办法 哎 只能够举步南迁 南迁去哪啊 南迁投靠大清朝听呗 这墨西蒙古又想 南迁那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他们呀 先得从墨西逃到墨北 然后呢 从这个墨北蒙古 穿过隔壁 到了这个墨南蒙古以后 我才算是看到亲戚了 这乾隆皇帝呀 闻着这个达石达瓦部来头以后 心里就别提有多痛快了 因为这会儿啊 阿姆尔萨纳刚刚造反 这草原上传来的消息呀 不是这个部随着阿姆尔萨纳叛逃了 就是那个部也趁乱呢 举起了反旗 这是这两个月以来啊 乾隆皇帝收到的唯一好消息 这乾隆皇帝呀 不由他暗条大指啊 称赞一声 争草原巾帛之英雄也 这皇上一高兴了 还能有什么呢 那就只有一个字赏 于是啊 这乾隆皇帝点外施恩 破天荒的 竟然给这位达石达瓦的遗双啊 拟了一个封号 叫做车臣穆尔根哈屯 这可是破天荒的 通常啊这朝廷封这个女性封号啊 都是跟着这个爷们走 或者呢 跟着这个儿子走 某某大臣之某某夫人 或者是呢 某某大臣之某某太夫人 这可得好 这位王妃呀 没依靠自己的丈夫 没依靠自己的儿子 自己也就得了这么一个 车臣穆尔根哈屯的名号 意思是什么呀 聪明智慧的王妃 并且就在这之后的不久啊 在热河给这只不重 批了封地 一下子呀 让这只不重啊 下馆三旗 也就是说呀 是三个县那么大的地方 您可别以为 是咱们内地 现在一个县那么大的地儿 哎 您上那猛瞧瞧去啊 那一个旗的峡地 那大了去了 当年啊 徐徐我上班的时候啊 这对面就坐着一位 猛族的姑娘 哎 我就问人家 你们要买东西方便吗 这姑娘说呀 上旗里买去 我想的不就是现时吗 我说那多远 怎么走啊 这姑娘跟我说呀 早上起来坐汽车 哎 晚上啊 就到旗里了 第二天呢 赶急买东西 第三天早上起来 再坐车回去 我说那是不是因为这个草原上的路不好走啊 这姑娘说大马路宽着呢 一个坑也没有啊 我当时啊 就领回到了 这内蒙的一个旗他有多大 那么这位被授封为车臣 莫尔根哈屯的蒙古福建 那结局又是如何呢 这位福建通过自己的所作所为 给自己的不中谋德的利益 王大了说呀 促进了祖国的统一和领土完整 这么说也不为过 要是我说呀 这乾隆皇帝呀 给人封的这个爵位就不高 应该更有魄力 给这个达尸达瓦的福建呢 直接就封为女寒 哎 您别乐 这蒙古什么事都有 这蒙古啊 自己呀 还灵统转世过女活佛呢 这女人呢 佛都能当 寒有什么不能当的 可是最为不幸的是啊 达尸达瓦的这位福建呢 寿数不行 转过年来呀 生病就死了 也就是说呀 她根本就没能跟随部众 一起迁到这个热河的风地 哎 她就被埋在了新疆 得嘞 这位草原女英雄的故事啊 哎 咱们就讲完了 我是给您讲故事的 昆仑流石喜欢我的频道啊 还请您关注点赞并转发 投币三连啊 我都很喜欢 得嘞 咱们明儿见 咱们探索旺